但你来看到,云林西罗有一位素人画家苏文俊 自国中校长退休后,半年前参加社区大学找到人生的第二春 现在在盐平老街租了小店面,每天投入大量时间画画 让他找到生命的第二春也结交了许多知音 从国中校长转换身份,成为素人画家 苏文俊在西罗盐平老街租下的小店面,莫名而来的人相当的多 投入油画创作才半年,作品已经相当多元丰富 在不同的学校担任过教职,校园时常是苏文俊的画作题材 这是我第一次画那个大片水面积的道理 尝试了好几次,故意把它那个房子的颜色把它放显明一点 这些作品中,他最喜欢立江古城这一幅 他说他的愿望就是把一生中拍过的美景一一画出来 老同事都十分欣赏 那个苏小长他很厉害,他就是,他学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 他就可以表现得很好 然后把那个明暗的效果啊,层次啊 还有墙壁的那种半波的感觉都有表现出来 而且啊,他还蛮会使用颜色 就是很大胆的颜色,然后让画面看起来很丰富 然后层次很多 迈入花甲之年,在绘画艺术创作中寻到生命的第二春 新常亚台电视,廖立芬,台湾云林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